这是一场以少战斗 以弱战强的闪电战 是继续承受昏庸无道的暴虐 还是推崇新王剑 离新王朝 天下百姓的命运都细在此战之中 这就是著名的武王伐咒中的重要决战 牧野之战 周武王激发率军五万 却初期制胜大败商军十七万大军 建立了西周王朝 有人说这就是天道有轮回仓天饶过谁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毕竟一边是正义化身的激发 再配上一个神仙下凡的江子雅 而另一面却是一个欺压百姓的昏君咒王 再加上一个人面授心的妖女打击 而且激发前期的动员大会 给百姓灌输了极大的信仰 先是将咒王多年来的罪责一一稀数 再宣称自己是替天行道 是上天让我来救民与水火 这追随者一下就多了 也才让他们能一番风顺的功成拔债 前段时间爆火的电影《风神》 应该有很多人看了 故事的起因我们就不细说了 也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 周武王压榨百姓赋税过于离谱 再加上朝中打击妖言惑众 让其初为质子的激发 对商朝的统治失去信心 回到西汽之后 养精蓄锐 公元前一心灵四十六年 周武王趁商朝主力在东南讨伐蛮夷之际 东元全国有心之势 集结五万大军 向商都发起进攻 周武王剑激发来势汹汹 虽说调集了十七万大军 但精锐部队却仅有几万 其余都是拼凑出来的上战俘和奴隶 这些人充数倒是好看 但真要让他们上战场跑得比兔子还快 本就是战俘就是奴隶受到了商朝的压迫 没有调转枪口就已经算是好的了 他们又怎么会为商军卖命 所以这场众人期待的武商牧野大战 并没有期待中的庞大以及凄惨 反而更像是一场碾压 一举攻陷商都击溃昭歌授军 残余部队眼见群龙无首 不是选择加入周军 就是原地解散各自逃跑 仅剩下少部分中心商朝的残余部队 虽坚持抵抗丹 并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最终商朝灭周朝兴 纵观整场牧野之战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例子 就算是放到现在那也是相当炸裂的 这一切好像都是正义的化身 也显得如此顺利成仗 但真实的咒王真是如此昏庸无道吗 凤山演戏狼牙榜还有小说中都是如此 九池肉林寻欢作乐 赋税加剧压榨百姓 还增加了很多酷刑以此来展示权威 完全就是一个人人喊打的君王 但其实真实的咒王也可以称得上以为英雄 元明帝心能文能武 从小就展露出统军的天赋 从小就是万人敬仰的大将军 做了商王后 队内建设昭格 队外平定满意 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立国立民的大事 但在古代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 这一切就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尤其是财力 那国家除了靠掠夺他国财宝 就只能依靠赋税来维持国运命脉 但若是有人不愿意交付税怎么办 那就只能依靠酷刑杀鸡警猴威慑众人 这就是这层层矛盾的加持 加上古代人的性格 才造就了商王朝衰败的原因 牧野之战后 周五王激发吸取商朝落寞的原因 商人第一天就分封诸侯 还建立了一套以周天子为核心 诸侯为附属的新的王朝体系 也是华夏大地封建社会的雏形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牧野之战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可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